那接下來我們帶大家來看 來自於德系的BMW 最近其實也推出了 屬於強化版MPOWER裡面 M2的強化性能版本 M2 Competition 今天也來到了現場 我們請智希帶著大家一起來看看 過去我們在BMW這種MPOWER的車款上 其實它還是推出了非常多這種 更強調競技性 運動性表現的特別車款 像是什麼CSL、GTS、CS 以及我們今天現在看到的M2 Competition 那Computation其實它的提升的幅度 包含它的底盤、性能等等 並不是算太大 但是它是一個價格不會拉升太多 一個比較親民一點的經濟版的車型 它畢竟是BMW比較入門的性能車款 沒錯 而且我覺得Computation在M2身上是更合適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M2其實是非常多這種熱血的車迷 非常喜愛的MPOWER車款 因為冠營一下想想看 如果你把一台這種 比如說146世代的三系列M3好了 停在旁邊 你會發現他們兩台車其實差不多大 意思就是說呢 到現在可能M4 它整個軸距已經拉長非常多了 更大的車體代表它的重量增加 它的動力性能也提升更多 也就是說它有更多的電子系統 會干涉你的駕駛 那M2這種回歸短軸距這種靈活力鎖的這種操控性能 其實是更多這種熱血車迷 喜愛的車型 那這個Computation的版本呢 其實我們會發現喔 從原本的M2呢 它就有維持一個E34 M3 這種致敬的可樂瓶的車身線條 有鮑鮑 那在車頭的部分呢 是它一個比較明顯的改變 首先我們看到這個雙盛型的水箱護照 它換上了一樣是黑色 但是它變得面積更大 有點蝴蝶狀有沒有 而且它中間是相連的 可以新世代來說 它其實不是太大 不是太大 但是我們會 但是頭燈最漂亮 對 我們會發現其實它中間那個相連啊 像新的三系 還有X7 X5 還有新的小改款7系列 它都是 中間都連在一起了啊 而且M2Computation呢 它雖然現在才來到我們現場 可是它是第一台開始的 對 然後兩側的頭燈呢 基本上它的燈距是維持一個 高階的LED的光源 所以你會發現 它的圓燈 裡面的燈眉並不是全圓形 它有一點角狀 那下面的保感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 改變幅度非常大 不容錯認的一個點 它的角度都變得非常的銳利 而且它的很多的開孔啊 都是具有實質的導流效果 像它中間的這個冷卻器 兩側還各有一具 那裡面呢 還有機油的冷卻器 所以它等於除了外觀的造型以外 它針對裡面的性能啊 動力的可能冷卻等等 其實也下了非常多的功夫 而且不是說這一次呢 M2Computation也加入了 M4的一個冷卻系統嘛 對不對 對 它整體的 我們剛剛講到 它整個性能的提升喔 其實它最大的重點在這裡面 它的心臟嘛 對 我們現在就來看 而且我其實據我所知啦 就是M2運用上了M3跟M4的動力的部分 對 它原本的引擎的代號是N55 那N55那顆引擎呢 大家知道雖然它從 比較知名是從335i那個時期延伸過來 一個雙渦輪的一個動力 但是它畢竟是一個 市售車比較常流用的引擎的代號 那換到這具S55 也就是跟M3 M4一樣的版本上呢 它的最大馬力來到了450匹 扭力56.1公斤米 而且呢 打開之後呢 除了這根非常粗的一個 碳纖維引擎式拉桿 引擎式拉桿好漂亮喔 這一根如果你要在坊間加裝 其實也真的非常的不便宜 大家多少錢拿 大概也是要幾萬塊跑不掉 那最主要就是它這顆引擎 上面原本舊款的M2寫的是 Powered by M 現在直接換成了M Power 給你這種更正統 純正血統 對 其實爽度都是有所提升 那像剛剛怪儀講到 它整個引擎的系統 包含它的周邊 它的冷卻系統 全部都經過了優化 包含它的動力系統的電腦等等 都是更符合它的動力的升級 跟它整個底盤的匹配 那我們看到車側 它的輪圈一樣是19寸 可是它用上這種多爪式的設計 比原本的5幅式的設計 我覺得張力提升很多 而且怪儀你可以看 它裡面的煞車系統 幾乎已經把它的輪圈填滿了 它的碟盤的碟徑 已經來到了400mm 而且它換上了前6後4的煞車卡錢 原本是前4後2 在我們說車子跑得快要殺得住 它在這個部分也都有所提升 然後我們接下來一路看到車側 基本上它的改變不多 那車尾的部分呢 就是在它的車的車輛名牌 下面多了一個 competition 的字樣 這部分的變化幅度 反而是比較小的 接下來我們看到車內的部分 其實有幾個重點 當初這一台M2 competition 在推出的時候 其實前面一定有很多測試車的補貨 但大家其實不知道 它要叫M2什麼東西 它不知道後面的車名是什麼 但是就是儀表板上面 那個字樣 有偷偷的偷偷出來 它就是叫 competition 所以儀表板是一個不同的點 另外一塊有沒有看到 紅色的引擎啟動扭 對 給車主一個更熱血的感覺 再來呢 像是它這兩具 非常有張力的跑車座椅 也是從M3、M4上面直接移過來 而且它的上面的名牌是有通電的 會亮的 它會亮耶 對 它的名牌是會有閃亮的 沒錯 上面寫一個M2 所以我覺得以一個 小幅度升級的一個性能版本來說 我覺得M2它給上的誠意算是蠻足夠的 包含它整體的煞車系統 動力系統 裡面的配置 以及它的外觀造型 我覺得對於想要入手這種 軸距稍微短 你真的可以享受到比較 純粹的駕馭樂趣的車迷來說 這這部車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 其實還有蠻多車迷會講說 其實比起M3來說 M2更加的有M power的純正鞋 不過我們要知道說 如果你想要入主像這樣子 雖然它是入門的一個性能車款的話 大概售價上面呢 是會落在哪裡 原本的M2它的官方售價是339萬 那現在M2 competition呢 是385萬 而且它其實是接替現行的M2來販售 所以以後大家買到只有這個版本 但是你可能會想 多這40萬 我原本可能更親民的價格可以入手 但是我覺得像剛剛講到這麼多的東西 我覺得絕對是划算 所以我們不難發現 其實在台灣的這個汽車市場裡面 我們發現說像這種跑車型的 大概都是落在差不多300萬 上下是一個主力的戰場 那到底消費者在台灣市場裡面 還有其他哪些雙門跑車的選擇呢 乃哥 關於你說的沒錯 以歐系進口的雙門小跑車的話 大概就會落在300萬上下開始起跳 不過我覺得說只要講到 歐系雙門進口小跑車 你第一個會想到什麼 Audi的TT 它從1998年進來之後 其實這個到現行已經是第三代 我們都知道這個小跑車的改款 都會動載8年10年 現在這第三代說真的 現在大概進入到第5年 也差不多在中間的時候 對 常常看到TT 後視鏡有時候贏一下 你都會以為它是R8 這就是代表說第三代的TT 它的改變就是已經 完全跟著這個Audi 所有這個跑車性能的 這個外觀設計 所以大家都有說 TT好像就是一台小R8 但是台灣引進的TT有兩款 一個就是TT 一個是TTS 這兩個差價差不多60幾萬 可是我個人就覺得說 如果在外觀上 其實猛一看你是分不出這兩個 60萬的差價在哪裡 它差在它的引擎 它一樣都是2.0的這個TFSI 這一顆引擎 本體是一樣的 但是在調教上馬力輸出是不一樣 TTS是310匹 然後這個TT的話它是230匹 這個馬力好像就差很多 但是扭力一個是38.7 一個是37.7 所以如果以台灣的用路狀況來說的話 你扭力差不多只差一公斤的話 那這樣子也許你買TT 就可以很符合這個所謂的台灣的道路行使 而且它的價格從250萬起 所以我覺得說 而且在油耗上面 也沒有差很多 那只差在哪裡呢 加速性能的話 兩個只差了多少 不到一秒鐘 一個4.6 一個5.3 所以我覺得說TT反而是一個比較好入手的 那TTS的話它就比較尷尬一點 因為它的報價已經高達大概317萬了 所以在這個歐洲入門小跑車 我反而覺得是說 TT會是一個比較好的接受點 尤其不管TT還是TTS 奧迪常用的這個所謂的這個 全數位的虛擬駕駛艙 兩個都已經配置了 所以應該是說 奧迪把所有的科技已經裝在這個小跑車上 所以我應該是想說 如果R8真的停產了 也許下一代的這個TT會長得更像R8 那這樣子的話 因為可能這樣的話才能接續它 更長遠的這個小跑車的生命 其實我們在馬路上也會常看到這個奧迪TT 那除了奧迪T可以選擇之外 其實還有另外一款也是性能 性能迷迫非常喜歡的 因為有一群始終的粉絲 就非常支持Lotus的Elise 那這款車來說 它在售價上面 也是還蠻比較容易可以入手一點點 因為這個圖卡上面四台車裡面 其實Lotus裡面 就是最Hardcore的一台車子 它有多Hardcore 我都叫這台車叫俗女殺手 因為你要進出這台車子 基本上你不能用跨進去 你還用爬進去的 簡單來講它這一台車子 Lotus它所出的系列 它連冷氣音響全部都要加裝 它基本上就是一台坐在一個 鋁合金車殼裡面的一台 工廠賽車 這麼純粹啊 對 所以我們講說 買Porsche浮誇 對不對 Audi就是公子哥開的 這Infinity可能是這一個 搞錯 跑錯棚了 你真的要開跑車來講的話 Lotus Elis 它基本上它就是最想看的選擇 不過通常買Lotus的人 基本上它家裡都不會 只有這台車子而已 因為它實在是太硬派 而且它只有手派的設定 你整個內裝看起來 全部都是鋁合金都是金屬的材料 太強悍 所以其實這一款啊 對於真的是很純粹的 機械回饋感的車迷朋友來說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還有你剛剛說跑錯棚的 Infinity Q60 Resport來說呢 其實它比其他這三款車來說呢 它的車格好像稍微 比較大一點點對不對 志祺 其實Q60它比較算是GT跑車 所以跟其他三排比 它真的是跑錯棚沒有錯 其實它這個在國外呢 有很多的名稱 像是Q60 Resport 400 或是什麼什麼 400 其實他們很自豪 Infinity把這一具 VR引擎 注意是VR 所以它跟這個GTR的引擎 其實是有血緣的關係的 調教到了400匹 那它這一顆引擎 其實最早是在Q50 3.0T上應用 但是後來工程團隊 把它調到了1.0的bar 然後馬力就到達400匹 但是它整體車輛的設定呢 因為我之前在賽道上面開過 我會覺得它還是偏向於笨重 那因為畢竟是GT跑車的一個車格 再加上它的輔助系統非常的多 電子的轉向 電子的避震器 然後它的全套的安全配備 所以你要說它有這種 其他三款車力所的這種操控 其實是它完全沒有 那更不要說有的人會 或是其他媒體形容 它是這種小戰神 小GTR 我覺得完全是 它跟GTR完全是八竿子打不著 完全是不同路線的車款 但是以它的售價來說 你看其他款都只能買到小小台 它跑錯棚沒錯 可是它真的很大的台 而且後面還可以坐得很舒服 對啊 沒錯 除了這個319萬的 Infinity Q60之外呢 其實每個男人心中都有一個位置 請給的就是寶石捷 那如果說這300萬上下呢 可以買到這個寶石捷 就是718的KMAN 對不對 是 我覺得剛剛賣斯有說 這四部車裡面寶石捷最浮誇 但是我必須說寶石捷還真的是 你在這裡面用300萬 你就可以買到一個真正一個跑車品牌 然後德國跑車 而且又是一個MR 也就是中置引擎後輪驅動的跑車 那這款車子我覺得KMAN 它這款車子我覺得 它吸引人的地方就是 它用300萬你就可以買到300匹馬力 貨真駕駛的一部跑車 它開起來真的是相當過癮的 因為大哥你自己本身也有一胎 你開過你就知道 也許它不是一個必需品 但是人人都會想要 因為這部車子真的開起來 真的有它一個魅力 尤其是它從300匹的車型 它還有這個KMAN S 還有KMAN GTS 它每一款車型都有它不同的一個味道 FX P